總算有同學傳上來了 我們來看看 在這裡 其實我想利用這個機會 也給各位看一下 OneNote的一個交作業的方法 因為這個翻轉區域平台還不錯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我有開放全線的 你知道進到任務 你們右手邊不是有那個完成嗎 對不對 你把它點一下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人有交了有沒有 你點上面這個 就可以上面直接瀏覽 只是因為它這個是SH3D 我們的原始檔 所以就沒辦法直接瀏覽 看的時候 其實SH3D它本身是一個壓縮檔 所以有沒有發現 Google雲端力點會把它解開來 會把它解開來 所以這邊我就把它下載 那如果它已經過關了 我就告訴它過關 那如果沒有過關就退回家 就直接推薦這樣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裡 來歐清打開了 他剛剛在這邊 你看他們家也不錯 有籃球架有沒有 他還用了一個我們還沒有交的 連牆壁都幫我準備好了 對吧 對啊 其實像我們剛剛那個 也有那個柵欄喔 我們在左手邊這邊 你找那個柵欄 或者你找戶外 有沒有看到一些柵欄 像在這邊 柵欄應該是在戶外 戶外 戶外 欸不是這一個 在上面那個九那個戶外 這裡 你看這裡有很多那個柵欄 好幾種喔 在下面 這裡有沒有 有這個柵欄 那假設你要用這個柵欄怎麼用 你看 你可以把它丟出來 比如說它草地到這邊 我就放在這裡 放到這邊 這裡現在一個對不對 那是不是可以重複出來 來 那我們把上面這個地方 它可以放大 有沒有 這裡可以放大 不過說真的啦 如果你老是在 按上面這個放大縮小 有沒有覺得有點累 所以有沒有快速鍵 有 這樣有沒有比較大 這樣有沒有比較小 我怎麼按知道嗎 跟你看網頁一樣 請問各位看網頁的時候 這個字不夠大 你會怎麼做 放大縮小 蛤 你不覺得我這樣也變很大嗎 嗯 Ctrl按著 加上滑鼠滾輪就好啦 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這樣一下齁 所以 我們如果在這邊做編輯的時候 也是一樣 那你要 因為放大的 要平移一下 按哪一個 鍵盤上的最大那個按鍵 鍵盤上最大的是哪一顆 空白鍵 沒錯 就會變成手 你就不用來這邊換成手 按住滑鼠拖曳 有沒有就找到了 所以你看 Ctrl按著拖曳 如果你要水平的 你就 加上Shift 有沒有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對不對 那有的人說這樣還是慢啊 我就全部選起來一直Ctrl Shift 這樣不是一次比較多嗎 這樣有沒有柵欄這邊就比較多個了 這樣有了解嗎 有了齁 那如果說 你這樣子 你還是不是很滿意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話 它的那個什麼 間距 是不是還是有可能 沒有很整齊 怎麼辦 跟我們一般的那個軟體都一樣 你把這些 我就先把它選起來齁 選起來 我把它選起來 按住Shift 你可以加選 加選 好 當我選到了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好選 也沒關係 你看我們左手邊 請問 你有 有沒有看到你用到的 那些模型都在裡面 你從這裡選 也是一樣 因為有時候我們視覺上不好選 你就從這個清單裡面去選就好了 好 那你選好之後 哪裡有對齊工具 有 按右鍵 有沒有跟對齊有關的 對齊跟分配家具 有沒有 比如說我想要它 因為我剛剛是還滿整齊的 所以應該還好 但是我想要把它的間距平均分配 有沒有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我可以確定每個那個距離都一樣 好 距離都一樣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這個做的時候 那如果說你要做一些微調 你可以用鍵盤上的方向鍵 好 鍵盤上的方向鍵 你可以像這樣有沒有 做一點微調 這樣沒問題吧 嘿 所以有人交作業了 我們這個第一關就過關了 哈哈哈哈 沒有人交作業就是卡關 好吧 好開玩笑了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好你過關了 OK 然後他過關了 我應該給他一個獎勵對不對 給獎勵有沒有 哇 我應該先來建一下獎勵 在這裡 忘記複製過來 好 全部加入 OK 所以剛剛這邊 給他一個獎勵 還沒進來 還沒進來 我剛剛 欸 獎勵只有 哈哈 我沒有不知道 全 忘記選起來了 好 這個我把它刪掉 給他一個讚嘛 對不對 第一個交的 他 待會那個 玉婷你看一下 你的右手邊這裡會贏 在右上角這裡 會有你的獎勵 好不好 OK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所以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好 好